所以你在爱情上是应该稍微示弱一点的 示弱并不是真的让别人觉得你是弱 示弱是一种爱情的相处之道 黄小明与baby的婚姻一直饱受争议 刚开始是众人不理解为什么当时事业上风生水起的黄小明 要和还没有名气的baby在一起 但黄小明立牌争议去为baby争取最好的资源 竭力宣告他对baby大意 他的表现让网友们不得不接受这段感情 但离婚后舆论的走向大有转变 众人都认为是黄小明配不上游 事业有言的baby 这部面山感叹风水轮流转 但仔细一想会发现 黄小明对baby更像是人生的跳板 而不是患难与公的爱人 并在节目中黄小明吐槽 我的baby已经够好了 baby直接回怼 你根本就是大男子主义 两个的不同说法直接惊呆中人 黄小明之言自己一直都觉得 示弱才是爱情的相处之道 所以对baby都是无限制的纵容宠爱 结合黄小明为爱拍烂片一世 以及他在出去活动为baby服裙子 却造无事等 似乎黄小明的说法 更有说服力一些 而baby在与黄小明在一起后 事业不断攀升 最终已经到了不需要黄小明的地步 或许baby的说辞 就是为了抛下丈夫找理由 那么观众朋友 认为究竟谁对谁错呢 欢迎留言评论